在一个冰天雪地的东北小镇上 一个男孩爱家爱户把自己的三个弟妹 送给了并不相熟的陌生人 他好言相劝苦苦的哀求 虽是骨肉离别的弯心之痛 可为了让弟弟妹妹活下去 他也只能狠心决绝地转身离开 四个孩子的茫然无措 映衬着东北的冬天 是那么的寒冷而令人绝望 他们原本有着一个幸福美满的六口之家 父亲之前是音乐学院的高材生 因为犯了错误 才来到镇上的小学当老师 家中虽然倾庭 但在母亲的操持下也过得其乐融融 所以他们兄妹几人 一直生活在音乐的天堂里 那是一段很美丽的日子 不仅有着热闹非凡的烟花爆竹 而且一家人也会坐在一起熬粘和包饺子 记得有一次 大哥为了让弟弟妹妹吃上鸡蛋 于是大着胆子去邻居家偷 父亲发现后十分生气 严厉地惩罚了大哥 大妹思田心疼哥哥 便在吃饭的时候藏起一个馒头 女儿这细微的小动作 又怎么能躲得过父亲的眼睛呢 他借故吃完饭后离开 便给了思田一个拯救哥哥的机会 透过窗户 看到一苦狼吞虎咽地吃着思田偷藏的馒头 父母的脸上也流露出欣慰的神情 然而没过多久 父亲因为教学方式的问题被学校开除 而母亲也因为终日操劳突然病倒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之后的日子里 父亲只能依靠苦力工作赚钱养家 懂事的孩子们 看到父亲在大街上干着这种粗活 没有一个人说话 而是跟着父亲一起抡起了锄头 拿起了铁锹一铲一铲地帮着父亲完成工作 老齐看着孩子们满脸的欣慰 他轻轻地吹起了口哨 从那优美的哨音中 我们听到了一种声音叫做坚强 也感受到了一种氛围叫做温馨 而一苦也是在抡起贴岛的那一刻 从父亲的身上学到了什么叫责任 就像他的名字一样 他是四个孩子中最苦的那一个 只是因为他是家里的老大 肩上扛着一个叫做长兄为父的责任 因为母亲怕花钱 他迟迟不肯去医院看病 长时间的鸡劳成疾 让母亲已经到了咳血的程度 父亲心急如焚 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 他决定背着母亲前往医院 一苦本想跟着父亲一起去 父亲却叮嘱他在家照顾好弟弟妹妹 他懂事地点了点头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父亲临走时的这句交代 竟然成了最后的遗言 第二天早上 邻居紧急叫醒睡梦中的孩子们 对一苦说昨天晚上雪下的太大 父亲背着母亲去医院的路上 搭了一辆好心人的马车 不成想却因为天黑路滑 他们连人带车都翻到了山沟 人虽然送到了医院 却都没有救活 至此父亲和母亲 都永远地离开了他们 这个消息让孩子们悲痛万分 父母双双下葬后 他们就被表叔接走了 表叔虽然是诚心诚意 想要抚养他们 但表叔家里也并不宽宇 何况已经有四个小孩了 如今又多出四个孩子 连吃饭睡觉都是个问题 表婶当着孩子们的面 和表叔吵得不可开交 一苦知道表叔家 毕竟不是自己的家 于是当天便牵着弟弟妹妹离开了 无家可归的 他们不知可以去哪里 只能漫无目的地在荒野上游荡 寒冬腊月的东北小镇上 一个男孩拉着妹妹 跪在了一家即将出国的夫妇面前 他手里高举着家里所有的积蓄 请求他们可以收养思田 夫妻二人对一苦说 出国的手续不好办 一苦则是一个头一个头 硬生生地磕在了冰冷的地上 思田看到哥哥这般求人 更是一边哭一边让哥哥起身 好在是这对夫妻 也看不得孩子们这么可怜 所以最终还是同意了收养思田 安顿好妹妹思田之后 便只剩下了一苦一个人 他哭着狂奔在空旷而冰冷的大街上 却不知该何去何从 前途未卜人生未知 他只想着安顿好弟弟妹妹 却从没想过自己的去处 其实与死别相比 生离会更加令人痛苦和哀伤 父母的离世 让这个十几岁的大男孩 被迫一夜之间变成了大人 从此兄弟姐妹四人失散天涯 转眼时间来到了二十年后 当年跟随那对夫妻出国的思田 如今已经成了一个著名的音乐指挥家 趁着回国演出的机会 思田想要寻找失散多年的兄弟姐妹 而此时成年之后的一苦 生活过得并不如意 这些年来他一个人在社会上摸爬滚打 吃了不少苦 如今的他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那张全家福照片一直被他挂在车里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从报纸上看到了思田回国演出的消息 从那重复率极低的名字 和那一张依稀还带着童年印记的脸上 他分辨出那份名就是失散多年的妹妹 随即 他马不停蹄地赶往了思田下榻的酒店 可他在酒店门口见到思田的那一刻 其他等客的出租司机 却误以为他要插队强客 不由分说便把他按在车上一顿毒打 思田建起了纷争 并不知那就是他苦苦寻找的大哥 在男友的催促下登车离去 错失了与妹妹相认的机会 义苦忍不住愤怒的还击 与司机们撕打在一起 从小为了保护弟弟妹妹他没少打架 成年之后混社会也免不了拳脚相向 义苦不要命的姿态 吓得司机们四下逃跑 在追赶其中一个司机的时候 对面突然出现一辆货车 那名司机一下子被撞飞了 这下义苦没有找回妹妹 还给自己惹上了大麻烦 另一边的思田经过多方打听 终于查到了弟弟齐天的消息 他现在就读于东北大学 并已经改名为曹剑 有了弟弟的消息 司田便动身赶往沈阳 多年未见的想念 让他对姐弟重逢的时刻 更多了一些迫不及待 虽然已经改名为曹剑 可齐天却从未忘记自己姓齐 也从未忘记他有三个兄弟姐妹 因为能力有限 无法天涯海角地寻找至亲 只能通过点歌的方式 让不知在何处的亲人们知道 还有一个兄弟活在世上 所以他不断地点歌 留下齐天的名字 也留下奇苦的名字 他把歌声送给自己 也送给三位不知身在何方的兄弟姐妹们 这天恰好是他的生日 他听着电台里点的歌来到操场 一边思念着哥哥姐姐和妹妹 一边在操场上一圈一圈地跑步 他怎么也没想到 能在生日这天与亲人团聚 二十年的漫长岁月里 时间改变了他们的样貌 却无法改变他们身上流淌的同样的血脉 收养齐天的那对夫妻已经去世 如今的齐天 是靠着政府的资助才上了大学 不管怎么说 找到弟弟是一个好的开头 四天决定继续寻找小妹奇妙 很快他就有了消息 只是 他现在已经成了社会上的闲散人员 整天混迹于敌厅酒吧 让自己在这个污浊的社会上放任自留 见到奇妙的那一刻 四天心里那个天真烂漫的形象彻底崩塌 这些年来 奇妙一直怨恨着哥哥姐姐 把他抛弃给陌生家庭 所以见到二十年未见的知心姐姐时 他的脸上并没有多少兴奋的神情 姐妹俩的谈话充满了冷漠与隔阂 但那并不是恨 而是多年来聚集在心底的埋怨 亲情之间永远不会有恨 因为只有亲情才能是你最后的依靠 二十一年前一部国产家庭店 让无数独生子女气不成声 如果你也有兄弟姐妹的话 那在看这部电影之前 记得提前准备好纸巾 异苦在酒店门口造成司机车祸后 为罪潜逃错失了与妹妹四天的见面 她的心情十分沮丧 于是她每天都会借着酒精来麻痹她的神经 好巧不巧的是 从夜店下班的奇妙 带着一群混混来到饭店吃饭 在路过异苦的餐桌时 奇妙注意到了掉落在地的报纸 虽然心里还埋怨着大哥和姐姐 把她丢给陌生人抚养 可年轻人的那点虚荣心还是膨胀了起来 她骄傲地向同伴们炫耀着 著名音乐家齐思田就是她的姐姐 已经被酒精折腾得神志不清的异苦 听闻有人议论妹妹思田 就上天理论着要夺回报纸 说着齐思田是她妹妹的酒话 说着无心而听者有意 奇妙仔细打量这个最熏熏的男人 也认出了她就是自己 失散了二十年的大哥齐一苦 他的心情很复杂 争抢中报纸不慎被撕烂 一苦顿时愤怒地给了对方一拳 双方很快扭打在一起 见大哥有危险 奇妙终于无法在无动于衷 最终同伴们被赶跑 一苦依旧满嘴胡话 齐思田是我妹妹 奇妙是我妹妹 听着这话奇妙忍不住有些心酸 原来这么多年来大哥从未忘记他们 第二天一苦在奇妙家醒来 她一脸茫然地看着这个陌生的地方 她以为自己昨晚酒后乱醒 睡在了某个小姐的家里 就在她与无伦次地给奇妙道歉时 奇妙却郑重地对她说 自己就是她二十年未见的亲妹妹 看着眼前这个浓妆艳抹的姑娘 一苦一脸地不可知性 直到奇妙拿出那张贴身收藏的泛黄照片时 一苦也终于相信了这个从天而降的幸福 兄妹俩先是毫无表情地对视 慢慢地两人都开始笑了 直到最后变得气不成声 只是一苦现在被警方追捕 她担心自己给妹妹惹上麻烦 所以当奇妙带着姐姐回家与大哥相认时 一苦已经悄然离去 四天姐妹俩并不甘心 他们又去了出租车公司想找到大哥 可他们还没进门 就听到了警察来调查一苦的行踪 两人这才得知 原来大哥一直行踪不定 实则是官司缠身 而警方也在不遗余力地四处寻找着她 一苦找到奇妙后 并没有打扰她的生活 她只要知道自己的弟弟妹妹此刻安好 便已心满意足 正站在张贴着四天海报的音乐会场前 演奏会就要开始了 她买了一张门条 希望到时候能远远地看上一眼 然而这样简单的愿望也没能实现 这天在地下通道里 她迎面撞上了两位警察 心虚地她扭头就跑 可疑的举动很快引起了警察的注意 最终她还是被警察抓住了 四天的音乐会当天 奇妙和齐天在北京剧院门口相见 他们携手参加姐姐的音乐盛会 只是大哥却迟迟未来 他们并不知道大哥已经被捕 或许她永远也看不到这场 她期盼已久的音乐会 看不到兄妹重逢的温情画面 然而音乐会开始不久 一苦却来了 虽然是戴着手铐 就像四天说的那样 我知道我哥一定会来 血脉亲情真的是一种奇妙的东西 兄弟姐妹虽然有着不同的人生和不同的经历 但却能通过血脉关系辨认出彼此 就像齐父曾经说的一样 兄弟姐妹原本是天上飘下来的雪花 谁也不认识谁 但落地后便融为了一体 结成冰化成水永远也分不开了 时隔二十多年 他们兄弟姐妹终于团聚在一起 而被一苦追赶出车祸的那个人 也只是受了点伤 所以他接受完教育就可以重新做人 而思田也决定至此留在兄弟姐妹的身殿 电影到这里落下帷幕 这是一部清洁简单的影片 没有好莱坞式的大制作 没有电剧惊魂的曲折剧情 更没有肖深刻的旧熟中那样深刻的寓意 但却是一部用简单剧情简单含义 深深地感动了每一个看片人的电影 高中十几岁的时候 在那个小县城和几个好友一起去电影院看的 第一次自己花钱买票看的电影 还是和好几个女同学一起 所以印象非常深刻 一苦思甜的名字记住了那么久 记得电影院还有发纸巾 当大哥把弟妹一一送人以后 自己跑到荒野里大喊发泄 我的心震撼了 那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疼 总的来说很不错 国产片里面算很好的了 当时要把两个妹妹送走的时候 哭得稀里哗啦 某天再重温一下 只是当年陪我看电影的人已经各在天涯 希望这些兄弟姐妹们一切都好